夏天到天气,越来越热,蚊子也越来越多,家中蚊子天天咬宝宝,宝宝被蚊子叮咬之后,常常会因为造痒难热而忍不住抓挠,然而幼儿抵抗力较弱,抓挠后容易致使蚊子帮发生感染,进而可能会引起孩子发伤,那么要怎么访蚊,消灭蚊子呢? 蚊子爱要宝宝的三大原因,一,好动,宝宝最耐不住寂寞,就喜欢跑来跑去到处玩,导致身体散发大量热能吸引蚊子注意,这就是蚊子喜欢追着宝宝咬的人一,二,一呢,宝宝的皮肤机能还没有完善,皮肤厚度不如成年人的,对蚊子来说,可以轻而易举的刺穿吸到血液,再加上宝宝血液本来就是鲜呢,三,五是, 宝宝对蚊子的敏感意识,并没有那么强,不像成年人看的蚊子就会拍打,就算宝宝的咬了,也只是等着蚊子咬,更不会说只该走蚊子,蚊子对宝宝造成的伤害传染疾病,科学家发现,蚊子能够传播疾病,且数量多达八十多轴,危害甚大,特别是诸如语文,流行性义性脑炎,私虫病等,这类对宝宝身体伤害较大的疾病, 常常是通过蚊子来传播的,宝宝身受其害,影响睡眠,对于宝宝来说,睡觉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工作,倘若被蚊子叮咬,往往会又疼又痒,难以入睡,熬熬大哭,睡眠质量降低不说,也让护理宝宝的妈妈头疼不已,两条灭蚊子一,蚊慧 如果家中种植了芦慧,那么完全可以用芦慧来解决这个问题,摘取芦慧,用刀切一小片,把芦慧肉的一面,贴在宝宝身上的蚊子包,可以输坏肿胀,去素质养 而花露水,由于宝宝的皮肤质呢,直接涂抹花露水或者风油精,对宝宝的身体会带来危害,建议事先将花露水或者风油精到今晚中,再加入水稀释,之后再涂抹的蚊子包上,若是嫌麻烦,不妨试试这款德国最新进口黑科技灭蚊灯,无毒服器为无毒涉, 把小时蚊子死光光,蚊香,蚊片,蚊油,除虫菊的,这些化学品多少都会对人体有害,而这款灭蚊灯是目前世界上先进的物理灭蚊器,不使用任何化学物品,直接接上电源即可使用,原理360度发光,加上飞温效益,释放出二氧化碳和气流,模拟人体发出的二氧化碳潮湿气息,又是蚊子飞来, 风机搅动中为空气形成涡流,使习惯随气流而飞的蚊子随风而来,当蚊子一旦被吸进捕捉窗,那么就难以逃脱风机形成的涡流,它们会被风机的涡流吸到捕捉器的底部,直至风干而死,普通的灭蚊灯灭蚊率只有50%,小核灭蚊灯的灭蚊率经过环境生物中心,认证,高达99%,简直强大到放心病狂, 它的颜值也高的不行,黑白两色,小巧又精致,简直完美诠释了科技美学这个概念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